画面中可以看到驾驶行进路口 看到斑马线上三名行人过马路 等他们走靠近中央分隔岛 驾驶才右转通过斑马线转进车道 没想到后方出现两名远景骑机车上前将他拦下 一号全国开始实施路口安全大执法 驾驶只要在行人行进方向的三公尺之内 抢先通过马路就会被开罚 新竹县新丰乡某处路口一号早上十一点多 一名女驾驶在路口右转 却被远景一位里让行人拦下开罚 驾驶将行车接触器放上网路提出疑问 表示行人都通过了还是要保持三公尺距离吗 引发网路热议 有网友表示根本看不出为何会被罚 行人都通过了怎么会被取缔 而警方看过画面则说明事发情形还需进一步厘清